香港亦是世界有名其中一個最安全的城市 在短短幾個月來的時間 警察的金漆招牌突然被抹黑 很多市民都不相信警隊 當然我們非常痛心 在這幾個月來我們看到很多對警察的不公平的一些惡意中傷 現在是說我們連放工想作為一個普通人都可能會受刑 例如我們的同事下班的時候被人追斬 這些是我覺得很痛心的事 其實警察都是人 人是有情緒的 亦都需要有些方法去抒發他的情緒 在我來說音樂就是其中一個抒發情緒的方法 我希望可以用到音樂可以幫到各位同事 亦都幫到我自己 這麼多年來香港警隊是為香港市民付出很多 其實我也聽過很多前線的警員 去堅持自己做警察的理念 繼續服務市民 繼續在前線處理示威者的事件 我覺得這是難能可貴的 大家都是香港人 都是中國人 要自己人打回自己人 其實在處理事件的時候 警察是站在一個挺為難的位置 我也都很深深感受到 其實音樂的能量是可以去到很大的 所以亦都希望憑著一首歌 你可以聽到旋律 可以聽到歌詞 可以感受一下我們警察的無奈 還有那個希望做到最好 頂得住可以繼續做下去的精神 我想有幾句是可以分享給大家 這首新的歌就是 香港人始終美善 遙陽一定會出現的 這個遙陽是可聽到今天 我們是為要正義而戰的